16号从西安出发到上海的时候 从那一天开始服用的 到现在就是三个多月了 三个多月的话 因为我原来一直是头疼 就是说那一种头疼的话 基本上可以说是几乎到了每周 或者每个月是肯定了的 就是经常性的头疼 原来没太重视这个问题 因为经常疼你就习惯了 不是把它太当一回事了 然后后来的话 服用这个普天灯以后的话 我发现我的头疼缓解了好多好多 这个已经让我洗厨往外了可以说 应该说是那个啥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现在可能头疼的原因是什么 知道吗 头疼的话是具体深刻的原因 我肯定不知道 就是我属于那一种 就是说是感冒了就会头疼 或者说是感冒压根就没有发作 比如说受凉了受热了 只要是这个温差稍微变化大一点 然后自己不适应的情况下 或者说是熬夜了 或者劳累了 或者说是精神的因素 情绪压力 就说几乎是所有我能想到的原因 都会引起我头疼 但是你说这个头疼的话 这又是我在生活当中我也见过许多其他人 也是存在这个现象的 我就后来在那个就普京老师的那个 就那个穷上分享的时候 我说我吃过的头疼粉大概可以弄精了 你就说经常性的这一朵头疼 实际上的话它应该还是有问题存在的 就说只是我把它没有联系起来而已 那这个头疼就是非常的忍受不住的头疼 还是什么样 我的这个头疼的话是一种那个就是说 它是属于那个两个太阳穴的这一种 就是说还不至于说忍受不住 因为如果忍受不住的话 我肯定早都去医院了 这是因为它是经常发作 又不是那么特别的严重 所以的话就一直的话它就存在 但是也没有一个好的方式 那去检查过去 没有检查过 因为好像没有严重到那一种程度 再加上生活当中你会听见好多人说头疼 所以自己把它没有那么太重视 当一回事 但是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了 因为那个什么了 就是说是我上一回在线上的时候 我不是咨询了张博士 我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的那个左脚的大拇指的话了 发麻 这是那个大概是今年的五月份发现的 今年的三月还是五月我忘记了 就说这实际上我后来看了中医的这个 就是说针对身体各个部位疼痛的时候 这个左脚的大拇指这个部位的话 刚好是针对的是大脑的头部的 那就说这两个联系起来的时候 那我就知道如果我要是任期发展的话 它的后果应该是非常严重的 对 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是我目前的这个 就是说是我自己服用的话呢 是一个方面 因为我也有给朋友推荐了 推荐了 但是我是属于 我一直是在西安工作和生活的 我在上海才是刚刚两年的时间 然后我肯定是给西安熟悉的朋友推荐的 但是你不在同一个城市你这个交流呀 其他什么就受到了限制了 它是糖尿病患者 但是它因为服用的严重的话 它都停掉了 停掉了的话 我也不好说是那个什么了 我就说我现在目前的这一种状态下 我首先要把自己先调整好 把自己调整好 然后自己去感受这个产品的特点 和它给自己的身体带来的这一种变化 然后后面的话呢 当我要去做这个事的时候的话 我想那个我就说是 目前来说我可能没有太多的 什么案例可以分享 但是自己的体会自己是最深刻的 对 所以这个是头疼 您吃了多少时间啊 我是8月16号开始服用的 头三个月我都是每一天一粒 然后从这个月 11月15号开始的话 我现在是每天两粒 每天服两粒以后 我就现在就已经明显的感觉到 那个啥 就是说我的这个左脚的大拇指的话 还是那个抽动的那个感觉 就是说是 应该说是它的 就是说天灯 它好像我感觉它有一种能力 好像在追踪你的身体里面 有隐患的这个部位或者病灶 对对对 所以的话我觉得 其实还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反应吧 对 说的非常正确 所以的话我就说将来的话了 因为我明年就可以办理退休了 我办理完了退休以后 我有更多的时间 我会做一个选择 我就去专门去从事推广 去做这一份工作的时候的话了 就说是 其实我的愿望是希望是 就说是 更多的身体 有点问题 但是人到中年 肯定是有点问题存在 就说是 还在没有发展成 比较大的隐患的时候 大家如果观念思维 能够改变一下服用的话 其实这个是最好不过了 因为是防是重于治的 对 所以的话呢 我的目前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OK 那我也建议呢 就是你自己去 可以去检查一下 比如说血液的检查呀 基本的一些检查 这样的话呢 就是有更有 怎么说呢 更有科学性 因为有很多的疾病 自己感受 自己感受的话 有的时候 这个不是太准确 你说不准确 就是说 比如说你 开始的时候 你如果是 去检查一下血液的指标 或者其他的 这个医生 会建议你的一些检查 那做好了以后呢 你开始用敷衍灯的话 那你三个月以后再去检查 那你就从这个 检查的报告里边 你都能看得出变化的 你知道吗 那么 如果是的话呢 自己要了解自己 自己偷偷 看什么 要了解一下 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更知道 如何去 解决这些问题 你知道吗 对 您这个建议非常好 好 因为有的人 他 比如说血糖吧 糖尿病 糖尿病你是不感觉 你知道吗 那当时呢 我自己要去 自己的经历 就是因为 我父亲是糖尿病的 综合症过去 所以我的血糖呢 有遗传的基因 所以呢 我也偏高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当时 因为别人都说 这个 普天灯怎么好 怎么好 那我想我自己 首先要试试看 我才能 就是跟大家分享 那后来 那后来 我就自己 使用了 使用了以后呢 我大概 使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一天用两粒 结果后来 我就去 一个月以后 我去做检查了 检查了以后 就是我的平均血糖 就下降了 你知道吗 那我的平均血糖 几十年都没有动过 平均血糖 是三个月的平均血糖 所以一般不会动得很多 你知道吗 那医生都已经要叫我吃 服用血糖 降血糖的药了 后来我呢 就是一直要 探索一下 有哪些产品 它本身 用营养素 都可以解决的 那不是很好吗 要不然 所有的其他的药物 都是有 那个毒素的 七分药三分 所以我这样 自己体验下来以后呢 那我的医生 都感觉很惊讶 你知道吗 在没有用药物的情况下 我的平均 三个月的平均血糖值 能够下降 所以的话呢 就是 但是我那个时候 我是没有感觉的 你知道吗 那我如果是别人 问我的 我没有感觉 但是没有感觉 不说明你身体内的 状况在变化 尤其是我们这个 莆天 是在我们的 细胞层次上 来帮助我们健康 所以这个细胞层次上 的东西 不像我们 你看 如果是到外面去 碰一下 或者摔了一跤 我们都能感觉疼痛的 对吧 但是细胞层次上的变化 不能感觉的 那细胞健康的时候 对啊 细胞健康的时候 我们不能感觉 细胞损伤的时候 我们短期内 也不能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 这个 癌症的病人 对最后 不行的时候 再去看病的时候 都已经是晚期了 哦 是 是 对吧 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要 我们的健康 是不是 医生 给予我们保障 医生 挽救不了 这个 病人 最后不行 对不对 那么就是 我们自己的健康 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自己 到底发生 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自己要决定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 东西 可以解决我们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可以帮我们 健康和长寿 那么这个 蝴天灯产品 是目前市场上 唯一的 可以在 我们的细胞层次上 让我们更加健康的 唯一的 这个 健康产品 这不是光 中国根本就没有 对不对 这不是光是在美国 整个世界上 都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 就是有那么 高的激情 来告诉别人 告诉大家 世界上有 这么一款东西 可以帮到 很多很多人 而且可以在 预防疾病的 这样一个 条件上面 不是到 病入膏肓的情况 当然病入膏肓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 对吧 就是帮到别人 对呀 所以这个 蝴天灯 不是药 但是 可以起到 药物所 起到的作用 也可以起到 药物不能起的作用 对 所以我们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荣幸 感觉很幸运 了解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积极的 这个贴广 让更多的人了解 所以这个讲座也是这样 因为今年 十一月份 是世界癌症 这个 癌 这个叫什么 肺癌 肺癌 你怎么说 纪念月 还是一时 就是让别人 更了解到 这个癌症 肺癌 对我们身体的 破坏作用 对 我觉得 这样的话 我就是十一月份的时候 我们每天 做 重播 那个 我们的 世界一流的 这个 花艺科学家 告诉我们 癌细胞 是怎么样 形成的 所以我们大家如果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信息 那你想想看 我们可以帮到多少人 是吧 是是 是的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谢谢 林老师 我可以有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 可以啊 你说如果我要去检查血液的话 我不知道我应该给人家要求 我检查血液的什么了 因为这是个专业的知识 我不懂 那么 这个的话 就是说 你就是问你的医生了 因为每个院 医院的检查不一样 那么 一般来说我们常规就可以 比如说你的血糖啦 你的胆固醇啦 这些东西都会告诉你 比如尤其是你这个 脚趾啊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对吧 所以一般来说 对 比如说 怎么说呢 有心脂肪的一些人 他可能在胆固醇方面 他可能会有所反应 哦 对 对 那么有的是 比如说是 对 所以呢 就是每个医院不一样 而且病 因为医生 他有你的病史 我们讲这个东西 不是说随便什么人 都是 我们不了解你的病史 对吧 那么医生的话呢 是会根据你 病情的情况 根据你的病史 家族的 这个历史 来会建议你 做一下什么样的检查 哦 对 那么在 美国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 每一年都要做一些 基本的检查 在国内的话 如果是 因为国内现在 也是挺发展的 挺发达的 就是说要 各种各样的检查 全身检查 部分的 就是 局部的检查 都有这样的 就是 你如果是没有 做过常规的检查 就一般的常规的检查 就行了 就可以了 对 然后常规检查 再看看一些什么样 血糖的情况 怎么样 胆固症的问题 怎么样 对吧 都会反映出来的 还有尿酸的情况 怎么样 好 很多的朋友的话 这个 叫什么 痛风 很厉害 那他们不知道 痛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样去检查 那所以如果是我们 经常呢 就是说 一年一次 至少 那你就知道 什么原因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 非常 如果从来没有去检查过 检 这个 检检的 你要去 做一下检检 这样会 让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现在属于什么样的 情况 对 然后呢 普天的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年龄 都需要服用 所以 张博士刚刚刚讲了 对吧 你只要活着 就是要用 因为我们每一个呼吸 它都是一个氧化的过程 它们都会 这个氧化的 都会倾息在我们的细胞 对吧 所以 对 如果了解了这一方面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可以防病于未来 是 是 是 那么我们要希望 大家都知道 我们希望长寿 对吧 但是你的长寿的话 病如高光的长寿 你说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我们要活着 要健康长寿了 健康的长寿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 现在目前做的工作 不要到最后 不是怎么说呢 国内的人 就是挤了很多的资金 对吧 最后去 对 是 最后去那个医院啦 干什么啦 最后把所有的积累 继续都去都投进去了 对吧 那你想想看 我们平时的话 只要 这个一个月没多少钱 对吧 这个到外面去 他们使用下 原养超过这个价钱 对吧 那所以在 不放很多代价情况下 对吧 那我们都可以 使用这个 铺天灯 从而能够让我们 更加健康 OK 所以现在 所以现在有一句 这个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最近他们说 这张话 也是挺潮 挺很潮的 最近 他就说 不要炫耀你的钱 在医院 那就像一张纸 不要炫耀你的工作 你倒下了 无数人 会比你做得更出色 不要炫耀你的房子 你离开人间了 那就是别人的我 不要炫耀你的车 你离开了 车钥匙 就握在别人的手里了 你唯一可以炫耀的 是你自己的健康 当别人 对啊 对啊 当别人 你还可以晒着太阳 喝着茶 享受着健康的生活 所以呢 这个建议的大家 就是请善待自己 因为零件不好配 价格极其贵 还没货 对不对 对 所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平时 就是花那么多的精力 在帮着大家 那作为我来说 是一个 在美国已经有十多年 将近二十年的 这个教育工作者的 这样一个经历 但是我先来想想 我们的教育工作者 不是要在教课堂里边讲课 我们不是要做 那个文字上面的 叫什么研究报告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最关键的是 要在人生 在社会的 就是说在生活当中 对吧 在这个 这么样一个平台上面 能够告诉别人 我们如何能够 对自己的健康 这个负责 如何能够让我们 可以在年老的时候 也同样可以享受着 我们健康的享年 健康的这个高龄 对不对 是 对 你像我们的那个 在美国的 86岁的马文博士 86岁啊 那86岁的这个健康状况 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这每天 每个星期现在 还在主持这个 全球的这个英语 这是对说英语的国家的人 举办这个 每一周星期二的 电话会议 咨询 电话咨询 所以各个地方的人 他只要讲英语 都可以上来听 那你想86岁的人啊 现在还可以达到这种 状况 对吧 对啊 那是思维多清晰了 对啊 对啊 所以他原来的话 这个 我这边我看看 好 我是不是可以 展示一个 屏幕 86岁 原来从来 不相信 这个健康 就是说 营养保健的产品 OK 结果后来呢 他是 换了这个 就是 我这可以给你看 他是 你看这个 你能看到我的视频吗 我看不到 我是应该是退 对 我把这 我现在把这个 聊天的画面关闭了 退回去 是吧 哦 没关系 他是一位 这个已经从事 看到了 看到了 对啊 86岁的人啊 你想看 这是他跟他的太太 那他原来的话呢 50年从来不相信 什么营养保健品的 结果后来他得了 那个叫 关节炎 内风式关节炎 手指的话 都不能伤 后来他使用了 这个普遍灯 三天以后 三天以后 他觉得这个不一样了 那 那然后的话 他就去了解了 这个什么样的产品 这么生气 后来他就在 那个网上面 网上面的话 这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 我这边可以再给你看看 nih.gov 这是美国的 健康联邦中署的 一个网页 这里边都可以插到 普遍灯的这个作用 看到哈 然后我们的 这个 MED 就是公共 我们的 美国 这个叫 医学 这个 图书馆 全国的 全美国的 那个 也可以看到 你看有多少 二十二篇文章 那全国 有美国的 这个二十六所 医学院啊 这个 研究所 他们自费 来研究 这个产品 那同时的话呢 他我们还在 那个 有ABC的新闻 ABC 英语应该不行 不知道是吧 我英语确实是 是零的水平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是我们讲 四方 你看哈 这个 这个医生呢 这不是这个 这个人 我要把这个弄 这个人啊 原来是一个 美国的空中飞行员 OK 对 他呢 我这边 我看看 我能不能 用那个 视频的方式 来 分享一下 你时间上面 可以吗 还是 马上要走了 我还可以 可以 可以 我一放这个 你应该是 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哦 嗯 我看哈 OK 好 你看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位 飞行员 OK 飞行员他以前呢 用了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 营养素 用了十几种营养素 都没有解决问题 你看这个 我回来跟他看哈 这是一个中文的 翻译的 都能够听到的 我这上面 OK Here we go Let's recording OK 大家好 我叫费林 我是 生命优势的 飞销商 我跟这个公司 最近 合作两年了 那我的朋友 Steve Drew 我也就是因为 这个 机会呢 跟他 认识了 那 我今天 来 访问他 就是因为 他有一个 很好的 见证 那我要 跟他 就是 跟你们 分享一下 他的 故事 So Steve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with us What's your background My background is an aviation I'm an aviation professional from a mechanic to a pilot to an air traffic controller So I don't guess anything what I do So that's how I came to this OK 他以前呢 他是开飞机的 他也会修理飞机 他也会教人家 怎么开飞机 所以呢 他人生的哲学 就是说 他不会去猜测 有什么机会来的时候 他不会觉得说 他的做事是很严静的 他一定要有证据的 他才会 全新的头痛 OK So when were you introduced to protect them and live andage Well I had a friend a co-worker that both of us who are health conscious and talking about our health and he asked me if I would be open to looking at somethings go to be more apropyl an aspirin and look at this ABC news video that's all I did OK 所以呢 他就是他以前一个同事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对健康很重视 所以呢 他这个同事就邀请他来看一下这个生命优势的这个 他那个当时的那个新闻的报道 就是这个BC新闻的报道 所以他那天晚上呢 他就看 他的那个新闻的报道 So how many supplements were you taking prior to taking the first T-BAR test OK Well as you can see this picture on the screen that's a picture of all my supplements and then I have a list of all the supplements is basically 15 15 supplements both antioxidant minerals and other mineral supplements just before I took the ABC the first T-BAR test 所以呢 他那个 你们如果记得的话 在ABC那个新闻报道里头 那个新闻记者不是被抽血吗 所以Steve他也去做了那个抽血 那个那个 就是去验血 所以他在验血之前呢 他吃了这么多的保健病 其中也有那个抗氧化剂 还有鱼油 还有一些就是 就是 coq10 然后就是 就是15种 15种那个保健病 OK Now how many are you taking now I'm just taking basic supplements that are not direct antioxidants 所以他现在呢 他现在吃的保健病呢 就比较少了 他现在吃的保健病里头 没有抗氧化剂的保健病 因为普天灯呢 可以让我们自己来制造抗氧化剂 所以他现在的那个 外源的抗氧化剂 那个保健病他就不吃了 但是他有吃其他的 OK Now when did you have your first T-BAR test? What year was that? What day? And what was the result? What was the results? It's written there but that's in English Let me scroll down here and show you the lab the actual lab results the actual lab results my doctor bruce thomas md I was 56 year old April first and january 16th 2012 and here's the actual T-BAR test with the peroxide and I was high you see there that indication I was high and it just indicates that my body was failing to fight the full radicals 所以呢你看哦 他做这个验血 第一次这个 T-BAR验血之前 他吃了15种保健病 其中有一些也是抗氧化的保健病 结果他验血的结果是怎么样 他那个他是1月16号 2012年验的血 然后他那个那个是很高的 你能不能看到那个 他那个验出来的指数是很高的 表示什么 表示说他身体里头呢 其实抗氧化的那个功能是不够的 那是不是很有趣 他吃了那么多的保健病哦 其中有一些呢 还是抗氧化剂哦 结果他的验血 竟然是告诉他说 他那个抗氧化剂的功能是不够的 所以这就表示说 我们外员的那个保健病呢 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现在 mana别弟由 你晕下等会 过体重来的 你们holdersado 如果是怎么回临 你这个位是 dozentwelve 他们都开了 而 And here, I went from way up here, high to low, almost off the chart as an infant at 50 something years old. So, in this 55 days, did you take any other supplements but to pretend them? No, just pretend them, just pretend them. Okay, so I'm just going to check it out. Now, where can you have your TFAR test done? Will insurance company cover from the cost and how much does the test cost? Do you know? Well, the insurance company will not pay for it. And mine was a couple hundred dollars for the test. And I would say this. I did it because my doctor told me that it doesn't work. And so, basically, I was proving to him that what I said was true. And I find that most people only want to know that it's true. And this was what, in my mind, I had been taking all these supplements for all these years, thinking it was doing me good, what I thought. And so, that's, I would say, not necessary to actually do it, other than I did it to verify with my doctor. So, he understood. And then, that's why I did it. So, this is the insurance company in the US, in the US, in the insurance company. It's not a huge deal. It's not a huge deal. And then, it's worth a few hundred dollars. So, it's not a cheap deal. So, when he chose to insurance company, he was able to insurance company. He was able to insurance company. So, he was very careful. He was able to insurance company. And he also wanted to insurance company. He wanted to insurance company. Because the nurse did not believe the car had a good job. So, he wanted to insurance company. 给他这个医生看就是说,其实呢,这个副天灯是真实的,是一个真的,有他的功效在的,所以他才决定去做这个宴剧。 So, would you recommend people to take a test? Personally, I'd say no. For a business builder, you know, it's like redoing the test for the Heart Association and all the other universities. A lot of expense, a lot of time, it's already documented. And Dr. McCord did an interview on the antioxidant med that's available from LifeVantage. And so, basically, what I did is I brought that to life for my doctor. So, I did it basically to convince, to prove to my doctor, and you don't have to prove it to a doctor. Okay. You just have to. Yeah, I'm sorry. Go ahead. No, I'm just saying, you don't have to prove it to your doctor. Now, I did, and everybody can benefit from that, but if you really, really, really gotta do it, that's your own choice. But if you take this, it is documentation that, and I can show you other documentation, but this is it. It doesn't do, the directing the oxidants are not effective, one for one, as opposed to one to one million. Okay. So, he actually doesn't recommend, not to say, everyone should go to the doctor. And then, he knows that the scientific test is already in the area. But why did he choose to go to the doctor? Because he doesn't believe the doctor. So, he just wants to take his face to be a white mouse. And then, after he goes to the doctor, he can say to the doctor. He just wants to take his face to be a white mouse. Okay. Now, did you feel anything at all when you were taking Portendum in that 55 days? 想众多的症性 我跟坟哥 我真的知道 我也不想说 也許我也有多很想的 或者我也有多多 uns寻决 但但也认为我们不感觉 我们不感觉到这个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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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提醒人們,他們會覺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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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一定是在你的腦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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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福天灯可以降低氧化印记 但是氧化印记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出来的 就像我们的胆固醇一样 我们那个血液里头的糖分 我们也没有办法感觉出来 所以他告诉大家 其实你吃的时候 有的人会想说 我一定要吃了之后有感觉我才会想起 其实这样子就好像会误导了 其实氧化印记我们是没有办法感觉出来的 所以 how long would you recommend people because sometimes people tell me I try for a month and see how it feels or how it does to me so how would you suggest people like how long should an average person continue to take ProTandum and get benefit from it Well my indication is from reading the studies that takes three to four months three to four months to fully activate your body up to its full potential of upregulation and basically what ProTandum does is activate your body to protect and heal itself and as it does that the more protection and more healing day by day by day by day you get more and more benefit from it so the longer you take it the better off you are I know this one man for sure with ALS and he after a year he stopped getting worse his name is Steven Bishop he started getting better and that is a terminal disease so after a year he didn't see nothing but after a year he started not getting he stopped getting worse and his disease muscles and got better slowly but it wasn't getting any worse it wasn't going down so it takes four months for it to fully regulate up and if you're not going to give commit to that it's like not eating for four months what would you be you have to feed your body something good so you know so he said 他那一般人要吃蘑菱的 he thought 个人要吃多久 he就说呢 其食物标证的 他有显示 3-4个月 可以把我们体内 抗氧化的功能 制造抗氧化的功能 成功能提升了 三到四个月 但是呢 you如果真的要 從保健的角度來看 当然是吃越久越好 他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个先生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肌肉上面的疾病 姜冻人 他吃了一年 吃了一年 他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还是继续吃 乖乖地吃了一年 一年之后 他才开始慢慢地 有一些好转 很明显的一种好转 所以鼓励大家 给自己一点时间 健康是一种很好的投资 所以你会推荐 一年之后 你会在我们健康 一年之后 去真的证明 那会是很棒的 那会是很严重的 你的 advantage 然后 我说 写下 所有的东西 你感觉 那会准备 你 伤害 症和痛 因为我曾经 一旦 都被人 都被人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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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I will tell you this I would like you to read this for your audience this all of it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bottom and it ends with the FDA approved claim and there's standard disclaimer statements but the I'd like this to be available to your audience okay this is great because my next question is you know what does portentum do and you actually answer some of you know you actually answer the question earlier but this will actually cover it completely fully as far as what does portentum do okay so portentum is a nerve tube and NRF tube is a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 that this is our DNA is a fact that it is an evidence that it can decrease in the 40%到70% 在30%到120天之内 只要你是哺乳动物 只要你是还活着呼吸的 这个数据 已经证实了 就是 降低40%到70% 在30%到120天之内 那普天灯 它不是一般的保健品 有的人会把它拿来 跟其他传统的氧化剂 来做比较 但是其实它不是 它不是传统的抗氧化剂 它是 它现在有 美国呢 有 有 五个专利 五个专利 因为 其他的人 其他公司 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其实现在已经有11个专利了 很多大学 还有在世界上有一些大学 开始在研究 这个 普天灯对我们人类 带来的一个 那个益处是在哪里 已经有很多大学开始在做研究了 那普天灯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最主要就是 抗氧化抗氧化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它会 让我们 那些 体内的 那个 抗氧化剂的那个霉素 那个 SLD 把它提升到30% 然后那个 Catales 54% 然后 Gult Bion 在120间之内 这些都会提高 那这些呢 都是我们体内自己制造的抗氧化剂 比吃进去的呢 还要 还要有效果 因为我们吃进去补充的 比方说蓝莓啊 那个 芥兰花啊 那个什么 蔬菜啊 水果啊 那些抗氧化剂 或者是维他命C维他命E呢 那些抗氧化剂都是1比1而已 那这普天灯呢 这个我们把我们体内自己的那个 制造抗氧化剂 那个拍光打开了之后呢 我们自己制造的这个抗氧化剂 这个抗氧化剂啊 是1比100万啊 所以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啊 那 Nutrogenomics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体内的那个 基因啊 把我们基因的那个表现呢 做一个 做一个 用我们吃进去的 自然的那个 那个 东西呢 把它做一个改变 做一个好的改变 那这个是 目前呢 在世界上 算是一个 最新的一个 关于健康方面的 科学 一个技术啊 那 你们如果 没有看到那个 没有看过那个 ABC的那个 news report的呢 那个新闻报道的呢 你们也可以到这个 www.abc video123 123 上面去看一下啊 或者是你们 我们也可以到那个 www.gov 这个是美国的那个 啊 国家的一个图书馆 什么样的图书馆 就是医生啊 那个学者啊 会上去查资料的一个 一个国家的一个 国家健康和医学方案的图书馆 那你上去的时候呢 那你上去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打 你打那个 那个养化音机 就是 Axylated Stress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有 9万8千多个研究报告 已经已经在上面了 就是表示有这么多的 那不是9万 现在是16万 大学那个研究的 机关 16万 对啊 氧化音机到底对我们 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影响 那既然有这么多的研究报告呢 那表示说 它对我们身体是 真的是有影响的 那它呢 是直接 我们氧化音机是直接跟200多种 疾病所关联的 所以美国的FDA呢 它呢 我们虽然没有经过 美国FDA的那个 那个通过 验证 我怎么讲 因为 蝴蝶灯是保健品 FDA它是不会 不会验证这个保健品的 任何一种保健品 都不会 受到FDA的那个验证 但是呢 我们有FDA的那个 同意 怎么他们 怎么 怎么宣称的FDA 可以让我们说 那个 蝴蝶灯呢 可以降低我们的氧化印记呢 平均哦 在30天之内 降低40% 这个我们是可以说的 这个呢 FDA是让我们可以 这样子讲的 而且是 100%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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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外的 所以 FDA呢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说 我在讲 除了这个FDA的东西以外 我们还是美国的最高级别的黄金指标的营养素的这样的证损 所以的话呢 它是一个是 讲药物的 没有药物的 就是叫 Certified and Drug Free 然后呢 是有Certified的 就是被认证的 有第三方认证的 这个高质量的产品 第三个呢 是也有认证的 GMP 也就是美国最好的 制造药物的 这个 要求 按照美国制造药物的标准来生产的营养素 OK 所以你看在它的验证 它的检证 那我们有的 我想 其他的地方 它生产出来东西就生产出来 对吧 但是 这个普天能这家公司的话 它是从原材料 一直到最后的产品 大家都是每一批都有检查的 检测的 那比如说 我这边 我这边检查一个 Life Bandage OK 这个就是这家公司 然后你也打进去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 这个 你看它 这个地方 点进去 点进去以后 你又可以 看 你看这个Life Bandage 就是这个标志 你看 这些公司的话 你看这个就是Life Bandage OK 进去了以后呢 你可以看它的 这个 讲的这个信息 那么这里边呢 比如说 这上面只讲的 就是 Life Bandage 这家公司 是保障了 这个产品的质量 OK 而且呢 又超过了 美国一般 这个产品 营养素的 这个标准 不是 就是一般的 要超过了 远远优先于我们市场上的 一些保健品的 一些规则 就是要求 对 然后呢 这个叫BSC 就是药物研究管理局 证明就是说 研究 那个发现人 就是说 他每一批生产的 一批批量里边 他都要有 就是 不能包含 任何的483种药物 OK 然后在483种的药物里边呢 其中有227种 就是在 这个运动员的 这个使用产品当中 是严精的 不允许 任何运动员 能复用有272种 包括任何 不是所有的 不一定 所以所有的 任何一种272种里边的 这个药物 都不能包含在里边 而且还有210种的 其他的 就是开药 厨方的药物 OK 还有就是 over the count over the count 就是你在商店里边 就是都可以买到的 那些产品 是不允许 不允许 运动员服用的 OK 甚至于还有 elicited drugs 就是那些 激素啊 因为很多的 运动员要想 要这个 这个成绩好 然后他们用 很多的激素 对吧 所以这里边呢 也没有包含 任何的激素 OK 所以没有药物 又没有激素 非常安全的 这样子 OK 而且呢 他每个月呢 都有检测的 这些检测的话呢 他这个就是说 世界药物严精组织 允许了批准的 这些 严精的 这个成分 那么这些的话呢 在美国 就是运动员 不能使用的 而且学生 也不能使用 这个军队的人 也不能使用 其他的政府官员 都是严精 使用的 这些药物 都不能在 包困在里边的 OK 所以呢 现在的话 所以这些安全的性质 安全的检验 检验 测试的话 对就是 体操运动员 还有其他的一些运动员 包括这些 美国的足球 篮球 所有的运动机构 Nesca 就是那个开车 那个赛车 对啊 那些都是 对 所以非常严谨的 一个pro 一个项目 那么你看看 他每一批生产 每一个月 都要从 这个进来的 这个成分 开始的原材料 一直到每一批 生产 东西以后 再去测试 每一批 里边 他们有 都要抽查的 OK 那你看看 最新的抽查 是什么 10月19号 啊 这个是NIF-1 就是NIF-1 你知道吗 就是 它是 这个 嗯 叫什么 线立体的 这个 補充剂 人体的话 我们 这个能量 就是由 由于我们的线立体 这个能量的增加 然后我们可以 有足够的 就是经历 啊 那就像 把 在一个 老的旧车上面 装上了一个 新的引擎 啊 嗯 讲这个 讲具体那种 然后这个NIF-2 那就是我们的 普天能 啊 啊 它可以是 内在的 就是我们是 服用到人体 里边以后 让我们人体 自然产生 抗氧化剂 而不是外界的 补充剂 所有市场上的 营养品 为什么刚刚那个 视频上面 就不行啊 那就是不能起作用 不能降低 氧化炎剂 因为他们都是 很多是外缘型的 是不能被人体 吸收 是是是 增加了太多的话 会增加你的肝脏 和肾脏的负担 所以呢 很多人 花了很多 你看这个人 15 15项东西啊 15款 那个 冰氧素啊 最后都 没有能够 让它降低 氧化炎剂啊 那个以前的 我仰慧 60%的 现在只有 使用了普天文 一款啊 它就降低了 降低到0.4 对吧 你看这个 这个是 NIFV NIF2 NIF2 然后呢 这边就是 美国的 我们这边 有 香港也有 就是 能量 能量饮料 你看 能量饮料 它 还批的 还分的了 你看美国的 这一批 10月19号 再测试 Axio Japan 这是日本的 日本的呢 是那个 Dragon Fruit 那就是火红果 这一批 然后这个 在 DKF 在香港的 就是 没有 这个叫 Grapfruit 这个油脂吧 这个 然后日本的 也是 Grapfruit 然后 那个 Japan的 也是 这个 你看每一批的话 还差 好几个呢 你看到 这个是每个月都有的 你看十月份的 9月份的 对吧 这个 8月份的 就是这样一个 严谨的这个公司 你看看多厉害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 能够放心的 使用这个 这个产品 OK 那 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应该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是 对 所以我就 我就讲到这边 谢谢您的 那个 今天上来 参加我们的 那个讲座 然后我是 顺便提到 这些信息 但愿能够 帮到您自己 和家人 以及您周围的朋友 好 谢谢 谢谢 明老师 谢谢 强化了我的知识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然后这个 因为是 今这个月 是 就是肺癌的 肺癌的宣传日 宣传日 对宣传日 我有的时候 在美国三十年了 都已经反映不出 中文怎么样了 肺癌的宣传日 肺癌的宣传日 让大家很多的 意识到 这个是我们 能够预防的 而不是要 到来的时候 我们一下 晃了手脚 你知道吗 所以我呢 每一天 每一天 从北美时间 晚上的八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 这个 早上九点 九点 对 我现在会继续 每天都继续转播 一直到 十一月三十号 为止 对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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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